丁有年这一天出生的朋友呢,这一年是天科低冲的 所以呢,丁是会跟2023年的魁水是一个冲的关系 然后呢,毛有又冲了,所以这一个年份是一个动荡的年份 那动荡的年份通常呢,我们都需要注意一下 好像交通意外啊,或者呢,比较有很多特发的事情发生 好像可能会放光飞啊,等等这些事情 所以呢,做什么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小心翼翼去进行 甚至你驾车也要说要加慢一点啊,天科低冲啊,这些都是呢 代表容易出交通意外的,就是去旅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了 去旅游的话,都要多注意哈,小心自己身体的健康 还有呢,要注意不要让一些不好的意外在旅行这个旅途当中发生 钱财方面呢,这一年嘛,因为是一个水生物的年份 所以呢,丁有这个一天出生的人,本身他的地质就是他的财来的 如果是说你是一个身弱的丁火,在下半年呢,有一个比较说好的发展 可是在上半年呢,还是一个溃冲钉的一个状况啊,还是不稳定 所以呢,要注意,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人,上半年要比较守住 或者呢,上半年你当作是一个投资的阶段,要等到下半年才会有那个回报 这个情况会出现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身旺的丁火来说哈,2023年这回卯年嘛 卯这个地质会跟你的有的那个日主的地质,日的那个地质相冲啊 代表你的钱才被冲走啊 所以呢,你们呢,就要小心投资方面的事情啊,也最好不要去赌钱啊 那如果你是打工的话,也要小心,可能老板会减薪啊 或者呢,你很努力工作,可是呢,老板一直是给你薪水,还是一模一样啊 没有一个好的进展这样子啊,所以呢,进展方面,并不是说很理想的 那感情方面更加就是不理想啊,因为毛有冲嘛,两个桃花冲啊,毛跟有都是桃花星来的 那冲的话呢,代表感情方面啊,婚姻上面啊,种种这些感情的问题会突然间发生 然后在一段感情里面的人也要注意可能会分手的 那个病痛方面嘛,你就要小心开刀啊,或者被快的东西撞到啊,或者自己跌倒啊,断了骨头啊 甚至啊,有时候肺部啊,也会要注意因为毛有冲嘛,有是一个代表肺部 呼吸系统的一个元素来的,所以毛有冲也并不是说对你的肺部的功能会好的 所以要注意不要让冠状病毒感染到你啦 那在这个2023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好了